做了一夜的梦,汽车加水还是不能好,汽油价格就像一根尖着神经的线,每一次油价波动都会带动神经或紧或松,纵观2018年汽油价格依然保持特有的涨多价上的步伐,92号稳稳的保气件吧,丝毫没有跌破气的迹象。 无论国际汽油怎么变,虽然搞不懂国际油价明明下跌,国内流价雷打不动,两桶油居然厚颜无耻的抱怨俱亏,老百姓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日子不好过,日常出行需要开车的就觉得油价过高真是吃不消,省钱就是硬道理,省一点是一点。 看到外资石油进驻,并在广州开市首家加油站,开业外加活动92汽油502油的亲民家经不住,希望另外999家加油站快点到来,不能说被两桶油剥削了好多年,至少外资石油这条狼能让两桶油,不能闭上眼,任意宰客了。 两桶油油如天之胶子,深数号当黄温,扮持着国内石油市场,这些年吃的度大遥远,养成花钱如流水的公司歌作风,也该站起来跟着市场锻炼锻炼身体减减卑,过上勤俭持家的日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